Hello 大家好 我是飛俠 今天想為大家介紹 眼前這兩塊 可以書寫的 和可以刷的版 其實很久以前都要介紹過 這一款 這一款不可以說是舊款 是不同的款式 這款本身比較輕巧 本身的表面 可以書寫的部分大概12吋 而這款大約15至16吋 所以書寫面積 當然這款會比較優勝很多 但如果純粹帶出去 可能舊款這款 便會比較輕鬆 但這兩款的 有什麼優缺點呢 最大的比較就是電 因為舊款用電 本身是用 一粒扁裝 原餅電 即是銀仔的電 在這裏叫出來才能安裝 比較不方便 在新款這一款 它就已經有USB 有一個Type-C插頭 所以如果你一 因為它是行電的 它刷的時候純粹是行電 它一有什麼無電的時候 你索性拿它充 大概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就已經把電充滿 你可以重新用 我現在都未測試到它可以用多久 就很Depend 你個人的USA 但是我相信都可以用得一輪時間 原本那個有時候 我看到它用到四五個月 有時候都已經滿電 拆得多 都麻煩一點 我就不太喜歡這件事 這款因為有充電 當然希望內用程度會高一點 其實有兩款式 一款是普通線條書寫的版本 就是白色的款 其實它有三種顏色 好像有粉藍色、粉紅色和白色 外殼是由你選擇的 我藍色的款 就選擇了有銀色的 你會看到它的色調是不同的 可以再比較 我畫兩款 你會看到這款是有彩色 這款是沒有銀色 就看回自己喜歡 但價錢大概只差十元左右 如果這款版本 其實現在都是在做 七十多元人幣 八十多元人幣左右 但這款的價錢已經是八十多元 十二吋的時候已經八十多元 所以新一款十六吋 可以做到這個價錢 我覺得都挺划算的 當然這些版本這麼簡單來說 不能輸入你的iPad、手機等各方面的東西 即是你畫了之後 不可以外出 有些更延遲的款式是可以外出的 就根據你自己的需要 那些可能是兩三百元 但一般來說 可能我給小朋友做算草紙、書寫等各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款已經很足夠了 後面的版本本是用來扣一支筆 這個位置是扣得挺實的 因為這個位置卡住 兩個點 但拆出來的時候也很麻煩 沒有原裝這個款那麼容易 但這款用一長時間就會這樣 就好像掉了一支筆 有利有弊 兩者不可以說這款好 這款是壞的 後面這個圖案我就不知道用來做什麼了 可能用來小朋友畫公仔也好 另外 他寫了東西之後 怎樣清除呢 就是在這裡按星星的按鈕 就可以清除了 如果說我不想拆走它 那可以怎樣呢 其實 只要按月亮一下 再按清除 你發覺是無法清除的 如果想解除 再按多次月亮一下 就可以解除了 所以是比較方便的 有時候可能寫一些重要的東西 說你留下密碼給小朋友在家裡 要怎樣怎樣怎樣 那你不想他無故拆走 其實他懂得拆走它很容易 但如果你真的不想他拆走它的話 那你可能可以留下 然後鎖了它 就會令到他沒有那麼容易 說我按錯鍵 洗走了 那估物論 有時候他刻意洗走都不奇怪 那其實就算是舊款這個也有的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沒有發現 原來這個按鈕 都是可以做鎖的 寫了之後 在另一邊就鎖了 那兩款都有同一個功能 那我覺得呢 在用起來的時候 這一款大版其實真的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小排的字眼本身寫得比較大 如果你做了算草 可能雲算的 雲算的 雲算比較多的時候 那一款一定是越大越便宜 那如果在家裡用 尤其是在家裡用的時候 更加會方便到他的用途 那我覺得 所以他轉到大版 是喜歡多於用小版的 那這一點呢 我就覺得 一來價錢 二來版的用途 那兩方面 都是比舊款優勝了 那所以呢 我也都因為在這樣 所以在這裡推介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 自己去圖一圖 那當然 你很需要我 我給你拿的都可以的 那但是因為 每個人當時搜尋 不同的價格 我沒有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我搜尋的價格 有時候都不是最便宜 那有些神人 可以搜尋很便宜的價錢 那我都不肯定 那所以就 就是介紹那個產品 可能大家自己搜尋 那另外 就 看看 可能可以有空去買一些圖位的垃圾桶 我見到 那個桌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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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桶這些都幾有趣的 那其實都是 20多元 10多元 20多元 那當然 造工不是特別好 但是 如果你說 純粹是一個裝飾 裝一些無謂的東西 這個 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那 Anyway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和Channel 按讚好生瓜資訊 拜拜